使用智慧能量 认识虚假自我意识 智能正量 智能就是人的智慧和能量 正量是你的智慧的德能 能够证明你所学佛的能量 越有智慧的人 菩萨离他就越近 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 都是正的思维 而且做得圆满 这个人就是很有智慧 菩萨就会在他身上 如果思维不正 什么坏点子都想得出的人 这个人就是魔 如果智能越来越有能量 而且越来越深广 越究竟 他的悟性就达到了究竟正觉 怎样知道自己开悟了呢 再指你在某一点上 你想通了 而且这个是正念的想 然后明白了 这就是开悟 开悟是一句佛语 但如果在某一件事情上明白了 这并不等于你什么事情都明白了 佛经上讲 一切贤圣皆以无违法而有差别 无违法就是我什么事情都没有作为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没有 无违就是我没有思维 没有行为 什么都没有 而菩萨和他是什么差别呢 菩萨在人间不去有作为 他的境界超越了人间 表面上看 无违法是什么都不做 实际上是用智慧在处理人世间的事 处理完了 没事 犹如什么都没做 其实就是菩萨的境界 无违法之差别 就是人和菩萨的差别 每一个人的良心 是每一个人自己最公正的审判官 因为良心是很公正的 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自己的良心 你可以跟别人说 我没有做 我没有说 我没有什么什么的 但是你骗得了自己的良心吗 所以当一个人做错事情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表情都会出来 要记住 一个人的良心是最公正的 要自觉自悟 自己来感觉 自己来学 自己来悟 想知道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做的事情对不对 首先 自己感悟一下 佛是在心中 然后 自觉自悟 要学会 能够放下自己 能够放得下烦恼的人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一个人只有把烦恼 真正的放下了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要想获得心灵的解脱 要能 不为物所迁 你的心灵 想获得解脱的话 千万不要被 人世间的事物所迁住 就是什么事情 都不要被迁住 比如 被情所迁住 被名利所迁住 被一切不好的东西所迁住 被孩子所迁住等等 要真正的摆脱 真正的放下 要面对现实 我们学佛 就是要面对现实 然后要超越现实 因为你不面对现实 就无法超越现实 比如 孩子对我不好 我要面对 孩子对自己不好的现实 我来超越他 不把他当回事情 觉得 这是自己前世所欠的 这是自己的业债 不是他不好 而是我不好 前世 自己为什么 不多做点好事呢 为什么不像我的师父一样 多救度人呢 如果能这样想 就能放下自己 就能解脱烦恼 心灵 就能得以 真正的快乐 如果一个人 为了代价而努力 往往会失败 当你对某一件事情 追求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 是要付出代价的 而且很容易失败 师父刚才 给你们讲的 学佛的 第二个基本点 只管耕耘 不管收获 就是教你们 不要去追求 有代价的东西 一个人 一定要明白 不要去追求 有代价的东西 实际上 所追求的 都是空洞的东西 是得不到的东西 去追求 有代价的东西 这个人 就是最傻的人 自我意识 有两种 一种是 真实的自我意识 还有一种 是虚假的自我意识 如果单单 这样讲解给你们 你们会感觉 很空洞 难理解 师父现在 用实力 来讲解给你们 让你们明白 什么是 自我意识 比如 我今天到图书馆 去看到一本 自己喜欢的书 但是我没有钱 要不要拿呢 这时想起 古人说过的一句话 偷书 不为妾 就是说 你偷书 不算是偷妾 这时 你脑子里就会想了 对啊 我拿这本书 不算偷 古人都这么讲了 这就是 虚假的自我意识 在控制着你 以为自己 能找出一个理由 来遮拦自己 偷书的意识 今天做错了事情 就算找出 千种理由 万种理由 目的就是 让自己 所做的错事 来证实 是一个假物 明明是一个假的东西 你非要把它包成 是真的东西 举个不好的例子 你去饭店吃东西 这条鱼放了好几天 已经有臭味了 明明是臭的东西 厨师居然 把鱼放在油里 炸一炸 然后加上浓浓的调味料 端上来给你吃 当你吃到嘴里 是不是臭的 虚假的意识 产生出 虚拟的行为 人就是要面子 把这个面子剥掉 就是剥夺虚假的 自我意识 学佛就是 要把自己身上 这些虚假的东西 全部去除掉 为什么要念 礼佛大忏悔文 就是要狠狠地 挖自己身上的恶根 把恶根挖掉了 以后才不会长出 新的恶草 不肯挖自己身上的恶根 就算把它保住了 时间长了 还会长出毒草 学佛就是 要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 学佛就是 要彻底挖出 自己身上的恶根 虚假的意识 要面子 全是空的东西 坚决要改正 学佛 首先要彻底放下自我 要没有我 因为有了虚假的 自我意识之后 必然会 蒙增虚荣心 因为人有眼见 耳闻 还有迷惑与假象 所以每一天 都被这些 假象所迷惑 天天在做错的事情 活在错误当中 才会不断地 滋生出 无尽烦恼 如果我们不做错事情 我们就不会有烦恼 就能保持 分分秒秒安享 要记住一句话 有用之人 有所不用 如果是一个 很有用的人 就是很有能力的人 他对很多事情 就假装不做 他就听 学 不是什么事情 都做的 这个事情 明明知道能做 就是谦虚不做 什么事情 都保留三分 而无用之人 无所不用 而无用的人 感觉自己 什么都能做 哎 找我 我能干 保证能做到 到时 就做不到了 就像有些人 做生意 说满口话 做到最后 欠一大笔债 淘之夭夭 满口饭好吃 满口话讲不得 学佛就是 不要讲满话 每一个人身上 有多少坏毛病 做过多少错的事情 现在想一想 惭愧不惭愧 你们一定要 好好修心 改过 自身的 无名习气 要好好做人 首先 要做一个好人 师父才能救你 才能帮助到你 如果你不是一个好人 就算你求菩萨救你 菩萨也不一定 能救你啊 你们一定要 好好修心 要创造条件来修心 要让自己所有的德能 道德和智能 全部发挥出来 来弘法立生 不然 就对不起观世音菩萨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世音菩萨